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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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來到O-Part1 我是今天的導賞員 這是位於小豪灣的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Part1 是香港第一個 將廚餘轉為電能的設施 今年3月開始 O-Part1訪客中心透過導賞團 開放被公眾參觀 第一站先到O-Part1 看有趣的動畫 你們這些女士 又是我 大山鬼 白衣頭,你們做甚麼? 實在太多廚餘和垃圾 我們那組 將來要爆炸 到時固體廢物裡 三成以上都是有機廢物 當中大部分都是廚餘 真的說出來 龐哥 屈於身上太多 那裡再有好鬼放 怎麼擺 剧场已生动的卡通 深入浅出地介绍转费为能的过程 过程采用艳养消化技术 将厨余转为生物器 再燃烧生物器产生电力 奥帕湾我们每天最多可以处理到200公吨的厨余 在扣除奥帕湾运作所需的电力之后 估计每年奥帕湾可以输出最多1400万度的剩余电力 去到电力公司的电网 接下来就带大家去奥井和大西国影响 访客中心每天提供四次导想团服务 星期二币馆除外 导想团为时大约一个半钟头 可以选择广东话、普通话或英语 接下来我就会带大家去奥乔 近距来看看奥帕湾厂房的设施 政府希望透过设立这个房间中心 向公众展述政府在储余管理方面的策略 推广适食食、减肥文化 从而鼓励家居和工商业界从源头减少厨余 访客中心内的所有园景都是以奥帕湾的堆肥产品 施肥中值 堆肥是奥帕湾处理厨余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 部分会分给本地的园艺公司和政府部门做园景美化用途的 访客每一位都可以收到一包堆肥作为纪念品 分享将储余、资源循环的好处 今天的导赏团来到就完结了 多谢你的参与 希望你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实践到源头减肺